以前農委会農民署已经占对婚姻八地前的滴顺 进行财顺保障的发行 但是有在比较比较适合 正滴顺的顺劳 少不在这个保障的管理里 有着表面農民的团阅顺势 接触在法委馆老建国办公室 加林伯局 以及台南農改条 做回来到现状会讯 效果農民 已经土地利用婚姻的地步 今年受到扩划影响国家的财顺出现严重的财顺 不过军委会农牛书已经针对婚姻八地的财顺 进行财顺保障的发行 不过因为在参加财顺 没有在这个保障范围 为处在法委外交警告办公室 是邀吉林副局 台南農改条 一同来到现状会讯 这种众民没有清楚 土地利用婚姻的地款 要好我们农娘署通过我们的谷坑的平地的竹子 已经天然灾害救助可以来申请 但是因为谷坑都是山区 所以有很多的临班地 临班地又 里面又属于是有土地 国有土地跟林物局的土地 所以很多农民也搞不清楚 所以很多是临班地的农民 就有来跟香产申请天然灾害 但是它是不合这次的救助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又马上来要求 我们的农改场跟我们的林物局 马上来现场 针对我们临班地的部分 马上来做现刊 郭庆匠中林区如标识 迪顺的财存保障已经开放申请 其实在山区间迪顺的民族也很多 因此也希望透过这处有专家来勘扎 确定总空以后就能够来 关键举动相关的行政临时 郭庆匠有很多是林业用地 那目前林业用地并没有被公告 竹损的天然灾害救助 所以我们刘委员这边在请 那个林物局的相关的专业 来帮我们看林业用地的 马竹损的损失的状况 那如果可以尽数补上这个行政程序 希望也获得林业用地的马竹损的天然灾害救助里面 一并公告 保障国家在顺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已经为4月7号到17号来开放申请 有数区的农民会当向国家兴公诉来诉问 欢迎新闻众下报道